极客作为一家宣称绝不做无聊电动车的品牌 居然推出了这么一款主流的SUV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极客妥协了 还是这辆SUV上又有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极客7X也是采用了极客最新的家族化设计语言 整个车身上你看不到太多零力的线条 主要还是以这种转折的曲面为主 但是看起来也还是非常充满了力量感与肌肉感的 那在车头部分它也是配备了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灯幕 但是大家仔细看这个细节 它与007上的灯幕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07上的灯幕主要还是以点状的光源为主 那在极客7X上它就切换成了这种马赛克式的像素风格 那这样做的好处也是能够让这个灯幕的显示清晰度 以及亮度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在显示一些动画过渡效果的时候 看起来它还是非常自然的 那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像素化的游戏 那整体这个侧面我觉得是整款车设计最结条的地方 那如果只看这个腰线往下部分 那很明显这是一款SUV 但是腰线往上部分它又有一种GT轿车的感觉 那极客7X也是采用了这种短的前后拳的设计 那这样的设计其实有两个好处 那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让它的接近脚和离去脚坐的足够的大 那在越野的时候有非常好的帮助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能够为车内掏出更多的乘坐空间 让它的车内空间变得更大 那其实要想让一款车的车内空间坐的足够的大 那也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把车坐大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一来就会丧失很多的驾驶乐趣 那这对极客来说肯定是没有办法妥协的 所以极客的工程师也是想方设法的 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去给它尽量的为成员舱掏出更多的空间 那这里我也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就是极客7X的后排开门角度能够达到几乎90度 那这对于一款家庭SUV来说的话 也是能够大大方便后排人员的上下车 那我们现在也是坐到了极客7X的车内 那整体它的车内设计感觉也充满了浓浓的极客风格 那与007不同的是这款车的方向盘换成了001和009上的那款三伏式方向盘 那在中控屏的选择上极客7X是搭载了一块16英寸的mini LED屏 最高分辨率可以达到3.5K 那相比007无论是在材质尺寸还是分辨率上都有所提升 但是这块屏幕没有007上的那种向日葵旋转功能 那其他的像是AR HUD 飞机式的仪表 8295芯片 这些肯定都是配齐的 那极客7X上搭载了最新的Zker Sound Pro车载音响 硬件配置上是21个扬声器 搭载7.1.4声道 最大功率能够达到2160瓦 但从硬件上来看呢 其实它和007上差不了太多 但是我想带大家看的是这个 一个专业级的调音工具 它有着行业最多的16路通道增益 你可以对这套音响的几乎所有细节进行调整 那对于我这种非音响发烧友来说 还真整不明白 只能去找其他用户分享的参数来copy了 那如果有朋友说 我一点也不想调怎么办 不要着急 极客贴心地给你们准备了AI调音 能够实时地监控仓内人员的定位 来自动帮助你调整到最合适的声场 那我们现在也是把这台极客7X已经开起来了 那我觉得优良的操纵呢 是刻在极客骨子里的DNA 所以这台极客7X也不例外 它整体的操纵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觉得这台车开起来呢 还是一台非常标准的极客车 像是它的一个转向手感 以及方向盘的轻重来说的话 都跟之前的极客007会比较的类似 在山路的驾驶过程中呢 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指向性 那在动力方面呢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款四驱八本的车型 搭载的也是和007一样的 前160千瓦后315千瓦的双电机 那这也使这台车的零摆加速呢 能够做到3.8秒 那整体我驾驶的感觉呢 是它的油门响应非常的及时 并且它整个油门感觉是很线性的 那不管在什么速度下呢 只要我踩油门 它都会给你一个比较及时的反馈 那在悬架方面呢 极客7X采用的是 前双插臂后五连杆的这么一个悬挂组合 同时呢 它还搭载了极客最新的智能磨坦空气悬挂 那这套系统呢 也是结合了空气悬架 CCD的电磁减震器 以及一个智能磨坦功能 那我觉得整体的悬架系统 它的整个支撑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像是在过弯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太大的侧倾 同时呢 这套系统能够对路面的一些振动 有一个非常好的过滤 像是在过一些减速带的时候 你基本上感觉不到一些多余的振动 那极客7X呢 这次也是搭载了一个路感优化的液压称套 来进一步的对路面的余震进行一个过滤 从而提高它的一个驾驶 以及乘坐的舒适性 那作为一款SUV车型呢 极客7X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这可是一台真正可以越野的纯电SUV 那想要做到如此强悍的越野能力 光靠一些动力数据可是远远不够的 那首先越野特别是这种难度特别大的越野路面 对于车身的刚度有很大的需求 那以前能够做到这种穿越的几乎都是带大梁的硬派越野 再一个其实纯电车型想要做好越野 有一个强大的热管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毕竟越野场景下电机电池等三电部件在持续工作中 需要车辆对其有一个很强大的散热能力 那对于一款家庭SUV来说的话呢 安全肯定是重中之重 那这一点在极客车型上你完全不用担心 那极客7X呢 这次也是针对SUV的一些特性来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整个车身呢采用了许多超高强度缸来做了一个穷甲车身 几乎能够覆盖整个成员舱 同时呢极客对于它的A柱也进行了一定的加强 那极客在克服了结构设计复杂 制造工艺难等问题之后 在A柱中加入了行业首发的一体成型热气杖钢柱 能够在事故中更好的保证成员舱不变形 那极客7X呢 作为极客在主流市场推出的第二款车型 也让我们看到了极客对于绝不做无聊电动车这个理念的坚持 这款车呢 无论是在驾驶体验以及它的越野能力上 都让我们看到了这绝对不是一款无聊的SUV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是42号车库 我是齐然 大家下期见 剧场的词 感谢观看